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锦衣之下,番外之人间清醒 第二十集,后怕 掉入大海中的那一瞬间,今夏并未觉得害怕 他会游泳,想着这或许是逃脱制片人纠缠的一个好办法 可大海的凶险却超脱了他的认知 虽眼下是炎热的夏季,可夜晚的海水却很凉 今夏游着游着,忽然腿抽了筋 剧烈的疼痛,使得他无法继续发力 整个人瞬间往海底下沉去 他试着努力向上,奈何腿抽筋严重,根本不敢用力 他感觉自己慢慢虚脱了,根本用不上力 迷迷糊糊中 他仿佛懂了奶奶的话,记得他小时候奶奶告诉他们 不要下海,海里有小鬼,拽着你,不让你上岸 那时他还不信,可眼下,他却信了 只是,不知他还否能成功上岸 今夏有些慌了,家里的外债还没有偿还完 若是他出了意外 可让爸爸妈妈怎么活呢? 他甚至有些后悔,不如从了置骗人 他还能给自己介绍心细,缓解自己眼前的困境 他暗暗自责,不该清高的 既然选择了这一行业 接受了这个行业带来的高收入 便也应该承受这个行业所带来的高风险 不是吗? 正当今夏不知所措时,他的腰间呼得一紧 在外力的作用下,他慢慢地往上浮去 今夏睁开眼睛 只见陆毅正揽着他的腰支,努力地往上游 这一刻 说不感动,那是假的 陆毅就如同伟岸的大英雄一般 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将他从死神手中抢了回来 再度回到船舱上 今夏感觉仿佛经历了一个世纪那么久 众人见两人浑身湿透,接围了过来 陆毅脱下自己湿透的西服,盖在今夏若隐若现的郊区上 随即对上关西道,麻烦你帮他找个毯子 上关西连忙去找毯子 引导紧张地问道,怎么回事 陆毅冷声道,不小心掉海里了 天呀,吓死我了,人没事就好 陆毅见上关西找毯子回来 立刻将今夏包裹上,将其抱起 对着引导说道,我先送他回房休息 好好,泡个热水澡,免得感冒 惊慌失措地惊吓 脸色惨白,任由陆毅将自己带走 众人见陆毅将今夏抱走 面面相去,不禁议论纷纷 陆毅将今夏抱回了自己的房间 直接带他来到了浴室 他将它放在了洗手台上 轻声道,你先做会,我给你放洗澡水 谁料? 话音刚落,女子哇哇哭了起来 陆毅一脸懵 惶恐地问道,你怎么了? 今夏指了指自己的腿 哭着道,我腿抽筋了 你怎么不早说? 陆毅一边指责着今夏 一边将他从洗手台抱了下来 命令道,站直 疼也得站直,要不然好不了 今夏强忍着疼痛 站直了脚,陆毅蹲下身来 帮他按摩 疼,今夏的泪水瞬间决滴 因为痛,也因为委屈 陆毅抬眸看他 你的反射弧是有多长 才知道痛吗? 我不是害怕吗? 我以为你天不怕地不怕呢 原来你也怕啊 我又不是神仙 当然害怕了 害怕还去那么黑暗的地方 我看你还是胆大 我和敏儿一起去的 他上厕所了 才剩下我一人 淳于敏 嗯,白痴 你怎么能骂人? 你没看出来 淳于敏和王志骗人 关系匪浅吗? 陆毅冷声质问 我没发现啊 你眼睛都长后脑勺了 你能发现啥? 今夏撇撇嘴 委委屈屈地说着 本来挺感动的 被你这么一骂 我都想忘恩负义了 哎,以后精明些 娱乐圈比这个黑暗多了 这菜哪到哪 今夏神色有些失落 弱弱地说着 是不是在娱乐圈混 早晚要随波逐流 陆毅感觉出 今夏的失落与无助 不解地问道 既然不喜欢 为何要来娱乐圈? 因为我缺钱 缺钱? 你这个年纪 能缺多少钱? 三千万 陆毅促眉望向今夏 只听见他继续道 我爸爸做生意失败 欠下了债务 他年纪大了 我不能不管他 陆毅陷入沉思 却始终一言不发 今夏故作轻松地说着 有志者试进程 我相信我迟早有一天 能帮我爸爸还上外债 会的 加油 谢谢 泡个热水澡吧 免得感冒 嗯嗯 谢谢 看着陆毅离开的背影 惊吓默默地锁上门 慢慢地吞去衣衫 泡上了热水澡 不知为何 他莫名地相信陆毅 不会伤害自己 不要伤害自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